第131回 江玉郎抱著鐵平姑 但不知為何 鐵平姑突然驚叫一聲 就從江玉郎的懷抱直飛上天 江玉郎呢 大約一驚 情不自禁 就順著向上望 見到鐵平姑白酥酥兩條腿 在空中不停的掙扎飛舞 飛起有七百丈那麼高 剛巧巧 就掛在山邊伸出來的樹丫那裡 勾起他那件闊鋪 赤裸裸的身體就在半空之中跳跳繩 江玉郎就想不通 他怎會被吊上去 忍不住就大喊說 你快點鐵跳下來 我接著你 發發啊 鐵平姑已經嚇到呆了 根本連動都不懂 面上沒有血色 驚清得不得了 那雙眼呢 不是看著江玉郎的 江玉郎當然覺得很奇怪 就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 啊 這樣才發覺 自己面前 不知幾時 站了個長髮披肩的白衣人 在那裡 只見他雪白衣衫飄飄起舞 身體好像木頭一樣 肉都不動 面上 上面 也帶著一個木頭刁成的面具 哇 好可怕 他隨手一拋 就能夠把鐵平姑拋起八九象那麼高 而且那麼準 勾正在樹丫那裡 這份手力武功不得了啊 喏 這樣一個男人 興致勃勃的時候 如果被人查過了 真是霸氣火的嘛 所以 江玉郎很生氣 他說 你 你個人是傻傻傻的 得得閒無無事 翻扯 騙 白衣人還站在那裡 記不動 也不說話 江玉郎火啊 忍不住 衝過一拳打過去 那麼 白衣人呢 仍然不動 只不過 咒袍輕輕一樣 江玉郎打出去的拳 不知為什麼 突然轉回頭 砰一聲 就打在自己的頭上 江玉郎的臉面 立刻打腫了 但是 也同時將他打醒 不過 兩隻腳幾乎站不穩 他說 你腳就是 夷花公主 憑你這樣的人 都配說夷花公主這四個字 江玉郎立刻跪在地上 說 小人的確 不配說這四個字 小人說 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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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人真聰明 未等白衣人出手 他就自己打自己 而且真是出力打的 白衣人 冷冰冰看著他 也不開聲說話 他不出聲 江玉郎的手就不敢停 只見他 那塊又白又漂亮的臉 眨眼睛 眨眼睛 就變成豬潤的顏色 嘴角那裡流血 鐵平姑看到 哇 心碎啊 他忍不住就說 公主 我求公主你放過他 哼 你為他求情 又有誰為你求情啊 奴 奴婢之罪啊 好 我問你 你把小如兒 帶去哪兒 小 小如兒去 小如兒去 鐵平姑突然想起 自己若說出真相 公主若知道小如兒已經死在江玉郎的手上 那江玉郎拍子卡 就要被他碎屍萬斷了 白衣人見他嘴嘴嘴就問了 小如兒他怎樣 你為甚麼不說 他 他 他就在附近 怕在東面 不說 好 我馬上去找他 你騙我的 哼 等著就知死 那江玉郎這時候 自己被自己打到地上 但仍然不敢停手 白衣人渴望他 行了 停手 你在這樣 carp 若有人將他救走,我亦要你的命,知道嗎? 小人知道 等到江玉郎再擔高頭,白衣人已經像幽靈一樣消失了 他忍不住嘆一口氣,苦笑著說 你這個就是宜花菊公主,原來宜花菊公主就這樣 想不到我今天見到她,爸爸在幸運 幸好今天來的是小公主,若是大公主 你我這時候,怕都沒了命 江玉郎定型地看著遠方,不知道在想什麼 鐵平姑就說 等他再回來,我們還是沒命 你害了小魚兒,他絕對不肯放過你 為為甚麼?他本來不是要花無缺殺小魚兒嗎? 沒錯,不過他只准花無缺自己親手殺小魚兒 不准另一個動小魚兒 就連他自己,也絕對不會傷小魚兒 那又是為為甚麼? 那真是怪怪的 我都想不到啊,你現在快點放我下去吧 我半邊身都麻了,怕被他點了月度啊 我就算救了你,我們還是走不掉的 當我們怎麽都要拼搏著 等他們回來死定的 現在如果走去一個地方躲起來 說不成,還可以 過幾天快活日子啦 江玉郎的頭沒有說話 過了一陣子又是擔高的頭 但是你若果不告訴他 事小如兒是被我害死的 他就不會殺殺我 是不是 是嗎 是 不過 不過是不行的 你即正說 既然騙了他一次 就不妨再騙一次 但是我 我 唉呀 你說反正都要死死了 何必要我陪陪你一起呢 你若果真是對我好 就應該犧牲自己來救我 我一定永遠都記住你 鐵屏姑聽他這樣說 整個人呆了 他怎麼都想不到江玉郎會說出這種話 唉 誰人都不會這樣說 就在這陣子 有四個人走出來 有個人就說 哈哈哈哈 喵喵喵喵喵 我很久沒聽過 這麼妙的說話 又有個人說 嘿嘿嘿嘿 這位仁興若果是女人 笑咪咪見到他 都怕自攜不如 第三個人又說 哈哈 兩個笑咪咪 都怕頂不到他一個 哈哈 哈哈 第四個人笑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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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你們一直擔心找不到人來抽素 嘿嘿 現在 我們有個現成的了 啊 這四個人 有一個 口特別大 有一個不男不女 有一個滿面笑容 有一個黑衣 背著麻包袋 那個麻包袋 還不停地在動 而且裏面 還有新淫聲傳出來 那黑衣 左手拿著一枝樹枝 可以當鞭 不時地發一下麻包袋 那裏面的人呢 就不停地叫求 哎呀 求下你啊 哎呀 發大力點啊 哎呀 好舒服啊 那聽到這四個人 把聲 相信各位聽眾朋友都知道 是十大惡人當中 其中的四位來了 那麻包袋那個呢 不用問 當然是百夫人啊 樹上的鐵平官這陣子 真是又生氣又怕又怕 最終就嚇到暈了 那江玉郎呢 這陣子只怕了 見到這幾個人 古靈精怪 還要問嗎 當然個個都惡人來了 但是這幾個人就告訴他 說他們是十大惡人其中的四個 就不是上來殺他 是因為知道了他老爸江別學 做了魏毛牙的貴賓 就要他去找魏毛牙 去魏毛牙的老鼠洞那裏 幫他們拿回幾隻黑色的爛鐵箱出來 說那幾個黑色的爛鐵箱呢 給人家就沒有用 但是他們就很有用的 這樣說 如果不答應呢 就要拿他命 那江玉郎想想 十大惡人就不是一般人 自己一個人怎麼打得過人家 就唯有答應 而且還問事成之後怎麼聯絡 陶嬌嬌地說他知道 無論成不成都好 三日之後 只要他在洞口那裏兜個圈 就見到我們了 接著 江玉郎又飛這麼快走了 那麼你大嘴他們呢 還在那裏講了很多江玉郎的那些壞事 也都講到小如兒和煙南天 那麼到後來就走了 鐵平菇呢 一直就叫在樹上 其實呢 他就不是真的暈 只不過他這麼慘的處境底下 他除了摘暈之外 就沒有其他辦法 那麼下面講的每一句說話 他都聽到清清楚楚 他怎麼也想不到江玉郎對他 全部都是虛情假意 更加想不到江玉郎 竟然會這麼輕易就拋棄了他 他的心早就碎了 等到那些人走了之後 終於就放聲大喊 他疑得馬上就去死 他自己都搞不清 自己為什麼對江玉郎這隻畜生 這麼癡情 或者是因為他在移花宮裡面忍受的寂寞太久 壓抑的情感也太多 所以一旦發作就不可收拾 他本來都不知道流眼淚是什麼滋味 但是現在的眼淚呢 好像湧泉地湧出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他突然之間發覺 有雙眼眨都不眨地看著他 這雙眼很漂亮 好像是春天晚黑升起的第一顆星一樣 那雙眼看了他一會之後 有個人說 嘻嘻 這位姑娘 你貴姓呀 鐵平姑就很自然地說 我姓鐵 鐵平姑看著他絕世風之言 看著他身上華美的衣衫 想到自己的狼狽樣 哎 忍不住又似淚如全蓉 那下面那個呢 是少女來的 他見到她這樣 就說 你一定很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見到我 是不是呀 不過你無謂難受啊 這個世上的壞人 真的很多的 好像我們這樣的女生 難免會被人欺負 你如果知道 世上比你的遭遇更悲慘的人 還有很多很多 你就不會覺得這麼難受的了 世上 真是還有 還有 還有慘過我的人嗎 怎麼會沒有啊 你知不知道 世上每一個城市 都有些很可憐的女生 被一些他們素不相識 甚至是很憎恨 很討厭的人 游卵 但是 他們哭都不可以哭 還要裝出笑臉 去討好那些游卵他們的人 啊 這個女生的確真的很懂得安慰人 因為 她很了解人的心 鐵瓶姑聽了之後 果然不哭了 過了一陣子 忍不住說 你可不可以救我下去 麻煩你啊 你不用麻煩我 我也很想救你的 不過很可惜 我爬梯都不敢爬的 波樹這麼高 我看著就頭暈了 蛤 那 那 那 你 你難道連一點武功都不懂嗎 嘿嘿 你覺得很奇怪啊 其實世上 不懂武功的人 比懂武功的人 多得多了 大多數正常的人都不懂武功的 那 那 那 你還是快點走吧 怎麼可以走呢 我至少可以為你做些事的 你冷不冷啊 我在下面燒一堆火好不好 那鐵瓶姑呢 正說 因為覺得又醜怪 又悲慘 又怕 所以就不記得了寒冷 那 現在經他一提醒 咦咦 打了個冷震 覺得真的很冷啊 你山風吹在他身上 真的好像刀割一樣 只見這個少女 果然 在周圍撿了一些枯柴 在樹下點起一堆火 然後說 我叫蘇櫻啊 我叫蘇櫻啊 鐵瓶姑又是吃的 蘇櫻 蘇櫻 你就是蘇櫻啊 你來這裡 是不是想找一個人啊 你怎麼會知道的 難道你 你也認識我要找那個人 沒有 沒有 沒錯 我認識她 唉 世上所有的美女 好像都認識她 你說怪不怪 看來 我的競爭對手 我競爭對手 真的不少啊 你 我不會跟你競爭 以後 怕永遠都沒有人跟你競爭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啊 她 她已經被人害死了 蘇櫻聽她這樣說 全身的血液 好像一下子 就結成了兵 過了一陣子 蘇櫻突然笑回來 她說 你肯定搞錯了 小如兒 怎麼會被人害死呢 世上 沒有人害得死她 是 因為 我本來都不信世上 有人害得到她 不過這一陣子 我不信也不行啊 因為這一陣子 是我自己 親眼看到的 什麼 你親眼看到 是 是誰害死了她 是誰啊 那個人 叫做 江玉朗 她把小如兒 推到 那邊的山洞那裡 谷山洞很深很深的 何況小如兒 她盡重了毒 蘇櫻一聽 唉 悠如晴天霹靂 各位 究竟蘇櫻 經不經得住這下打擊呢 明天自說